大家好,我創立了一間公司叫自家種植,目標就是希望別人種植物和了解植物的好處 倒閉的機會都很大,我想在倒閉之前拍下自己的經驗,種植的實驗結果 就算倒閉之後,找一份工作,在家中繼續種植物,都可以報道家中的實驗結果和令別人種植物 做不成生意,或者不懂做生意,都可以繼續向這方面發展 總之希望別人在家中種植物,和了解植物的好處 生物是要植物才能生存,我們呼吸的空氣 護膚品也好,洗潔精,肥皂,中藥,西藥,講到尾都是自然界來的 我們要學會種植,才是合乎上理的 其實種植是關乎人一生幸福的事情 講到你身體用什麼,需求什麼,講到尾都是植物來的 我希望別人可以種植物,今天會介紹三種植物給大家種的 第一種介紹的植物是虎尾蘭,虎尾蘭這種植物是很特別的 而且很容易種,你可以找泥土種,或者水種也可以 植物殺手和入門斑,是很適合種植物 政府也種了很多在外面,特別在什麼呢? 早上和晚上都是吸二氧化碳,放出氧氣的 對空氣的淨化是很好,就算在市面買幾千元的空氣清新機 或者靜化碳,最多是除塵 或者勢到極力,說自己不會生產淨梨子 做一些負梨子出來 其實大部分的電視,電器,或者手提東西 電子都會產生淨梨子 其實對人體是有害的 植物都會產生負梨子抵消化 所以家裡有植物,對健康來說是很重要的 都市人,缺乏的不是食物 我們香港物流的東西很好 很多物質上的東西很好 但是很缺乏好的空氣 它是很少量植物可以放在睡房裡 因為它早上和晚上都是吸二氧化碳 產生氧氣 可以令到空氣的含氧量提升 我想市面上都沒有什麼可以令到空氣的含氧量提升 除了植物 這棵是很好,對身體很有益的植物 我建議種,而且它是粗生粗養 政府也種了很多 我遲些也有一些短片是關於我家裡做一些實驗的 這是第一個介紹的植物 有什麼不明白,或者種死了 或者是什麼品種好的話可以隨時問我 可以like我們Facebook問 第二個介紹就是黃金角 它跟虎美蘭是不同的 虎美蘭是絕對適合放在睡房室內 它就不適合放在睡房室內 但你放在廁所、廚房 OK的 因為不是晚上放氧氣 晚上和人搶氧氣 所以就不適合放在睡房 但它一樣是淨化空氣很好的 它跟虎美蘭都被美國太空總署 NASA做過實驗 以及有報告 在2008年的時候 可以上官網查看 以及引導政府的網 提升空氣的含氧腦 以及解除那些有動物質 對呼吸道疾病有很好的改善 還有工作能力 生物等 還有腦的轉數是有提升的 人都是要植物才能生存 我為什麼介紹它 因為硬正燥 植物殺手殺不死 以及室內光線生存 有很多植物都已經適應到室內光線 以及有一群人在努力 將植物市區化 希望推廣在市區種植 我也是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黃金角是如何分人植呢? 即使你在家裡種植 也可以種得很好 例如這棵棍 這些棵棍 這些棵棍是在空氣中吸收養分和水分 你剪一條出來 有棵棍的棍棍 插在水中 已經生長得到 已經可以生長得很好 我拔一條給大家看看 這些棍棍會生長得到 這些棍棍會生長得到 然後慢慢生長得到 有很粗生很好的植物 這個我介紹第二棵棍 正適合植物殺手 以及新手種 又改善到空氣 不過不要放在睡房 放在睡房 晚上和你搶氧氣 那你整晚休息都不好 休息對別人來說很重要 但虎美蘭這個房間 都放了很多盤 以及在做實驗 第三個介紹 兩個都只是空氣很齋 第三個介紹 就是左手香 摸摸它 有股香味 這個世界是護膚品 燒鹽藥 那些來來去去 廣到尾都是植物提煉出來的 它是天然的燒鹽藥 譬如你皮膚有顆顆 或者皮膚不好 你可以 撒出來 炸汁 然後塗在臉上 這樣就好了 然後 它又可以食用 又可以治癒胃餅 又可以治喉嚨痛 可以Google搜尋 這個世界的知識 都沒有什麼封閉 就可以搜尋它的好處 一來粗生 又可以水養 又可以土養 這三個 我絕對介紹給大家 種植 我是有在市區繁殖的 你絕對可以問我怎樣 因為實在太好養 太易養 適合植物殺手 如果你剛開始種植物 我真的建議你這三個 它是 所有護膚品 從自然界來的 你真的種出來 新鮮早上用 好用很多 今天的短片就在這裏 第一次分享短片 希望大家努力種植單 有什麼不明白 或者想種的東西 是可以互相學習的 希望大家關注我 還有有問題問 在周立之前 我都會努力向這方面發展 周立之後 我可能開的士也好 我都會在車廂種植 下一個步驟 我將會再做的 就是 車廂種植系列 用一些泥土 令到減低車廂的溫度 以及一些方便的盆栽 即是花盆 就不用這麼麻煩去打理 種植車廂植物 開始製作更多的短片 好吧 拜拜